欢迎我们从这个一号演播现场赶来的两位帅哥美女 来 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美女先来 大家好 是董洁 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过年了 漂亮的董洁 大家好 我是韩哥 那在这儿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帅气的韩哥 跟范特别多 一听说您要来我们的节目 结果很多跟范都在那留言 说很多的问题要问 韩哥是贺哲族 贺哲不过春节吗 也过呀 对 一般过春节有些什么样的习俗呢 习俗呢 其实也是一样 跟大家一起坐在坐在吃团圆饭的 看看春晚的 也看春晚 对 大家也看春晚 你最喜欢春晚里边的哪个节目 那么多年 我还是很期待张美山老师的小节目 就这样有乐的地方 对 有乐的地方 而且包袱特别多 对 对 董洁呢 董洁上春晚上了好多次 95年的时候就已经上过春晚了 96年和2000年两届春晚 那个时候是半舞 对 舞蹈演员 当时我是在广州军区 然后作为舞蹈演员参加两届春晚 这看到真人的比电视上还漂亮 谢谢 你们现在上春晚还会紧张吗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因为其实每次上春晚 我觉得对演员来讲都有压力 因为是直播 不容得我们出错 但表现真的是非常好 谢谢 像今年这个两位参加春晚 显然就没办法跟家人一起 过这个年三十了 你家里头有没有意见 还行 我们家宝宝很小嘛 才两岁 还没法跟你提一件 对 但是一会儿可以马上赶回家 他们应该在电视机前 然后正在等着我呢 那爸爸会带宝宝看你的节目吗 肯定会的 肯定会 我觉得宝宝应该会认出来我 那刚刚走这个走着一楼大厅 赶到咱们二楼来的时候 有没有打电话跟家里联系 还没呢 还没来得及 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样有你很多宝贵的时间 韩登 小小年纪就是到北京来上学了 小小年纪就离家了 后来又去韩国培训 是两年对吧 嗯 在培训 在韩国培训两年 那一直到09年 对 因为七年在韩国 是不是也有很多年的春节 没有跟家里人一块过了 嗯 其实那几年呢七八年一直都没有在家里 对 一直都在国外啊 还有在外地 嗯 那今年呢 今年 爸爸妈妈来北京了吗 都给接到北京来了 对 待会儿晚上打算怎么庆祝一下 吃个团圆饭 完了再聊一聊 刚才我在演出上 我爸爸妈妈肯定会在饭桌上聊 对 都都看了啊 必须得看着看 他们一般来说是对你肯定的多呢 还是找串找的比较多 每次都找我岔子 找我岔子 你和我爸的一样 是吗 都对你们比较严格 不 他这种找岔是啥意思 真的就是真找岔 真找岔子 还是鼓励你 督促你 都有吧 督促对的 看来中国呢 我发现中国的父母可能还是虎妈虎爸比较多啊 对孩子通常都会比较严格一些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 你看这俩他都是成才了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得感谢这些虎爸虎妈们 当年这个必须得来点严厉的东西 你说他们俩会评价你们俩在舞台上的表现 你们俩先自己评价一下 那美女你先来 你觉得你这上台就这么短短几分钟 简单还复杂 其实我觉得心情复杂一点 其实给我们的任务来讲还是比较比较容易的 所以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激活 多多的展示自己 比如说像我们可以演小品 或者我以前学跳舞的 可以再多表演一些歌舞方面的东西 韩庚呢 就你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现在春晚给你舞台小了 时间小了 时间少了 我要上春晚 我要更长时间的春晚 而且这个跟这个小海总导演说说 以后你给时间往后安排安排 对吧 可以在本山大叔前后都行 对房间时间 不过这个得出好段子 说心里话 现在许多老百姓对于春晚这种期待 他就是你节目得好看 你不好看了 你就再怎么办 人家不会说你的好 所以为什么你看本山大叔那么多年 一直在这个春晚上不停地去打拼 不停地头发全白了 压力很大 你看他哪里像个这个四十岁的人 真像六十几岁大爷 他本来就不止四十岁 真的为 他准确地说他真的是为全国人民 他不仅仅是为春晚了 他已经变成为全国人民那份期待 拼命地去杀费苦心的主班子去找 就去做自己的好的作品 对 所以两位我觉得以后也得这样 对 我应该更加努力了 其他命运的上 你得多用点耕泛的力量 我也得靠近 你们为这个春晚准备了多久 差不多有将近一个月 差不多 什么时候收到消息呢 一个月已经进组了 大概一直在这待着 就是采摆 知道歌曲熟悉 然后自己训练这样的 烦不烦 挺好玩的 其实平时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这样的 对 你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上春 第一次上春 对 所以心情 紧张 玩意又兴奋 你告诉我 你这紧张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刚刚在上这舞台 手心出汗了没有 你准确的这个 这个当时的这个 刚开始呢 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觉得还算好 但下了以后 就开始心脏 一直在跳 手心全是汗 我在等 快点上台 我该下一段 该跳下一段 那个时候就开始紧张的 已经就传过来去了 很紧张 特紧张 虽然见了那么多的大的阵仗 但是还是觉得 看到这种大戴上 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对对对 还是对我来说也挺重要 那你现在还紧张吗 现在好一点了 你看咱俩多好啊 上我们那点就不紧张 很温满的 很温满的 给你们俩在这说笑 来 抓紧时间 对着这个 跟那更饭子说两句 很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还有关注 那我希望今年的 也继续努力出 最好的作品给大家 在这里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主义 身体健康 贺哲族有没有 什么特别的半年方式 其实跟汉族差不多 他主要就是吃的 吃的不一样 会有一些差异 还有就是服装上 董洁 抓紧时间 给观众朋友们 还有你的粉丝们 拜给您 好的 在这里也借 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生生新年好 兔年极小 然后没有实现的愿望 在今年里 都要统统地实现 好 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给你们拜早年 这个你们先等一会儿 因为由于你们俩的到来 收视比较高 所以广告商提出 要播广告 进广告吧 好 欢迎继续收看 一年又一年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 两位嘉宾 一位是韩庚 还有一位是董洁 欢迎你们 咱们接着聊 其实在这一次节目 开始之前 我发现一件 非常有意思的事 我在微博上说 我说我要跟启明搭档 结果很多庚范 都在那儿问 哪个启明 是咱们家那韩启明吗 韩庚说说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这个韩庚呢 这庚的意思就是长庚星 它有启明星 启明星是两个 是一颗星星 就是金星 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 所以就天上的金星 那你应该是 早晨六点多出生的 不是 还是七点 我应该是中午的 中午怎么起个 早晨星的名字 据说这个名字是 你外公 我外公给我起的 给你的 还有说是给你儿子取的 没有 这庚子 怎么说话呢这是 其实 我是庚范 留言里看来的 其实是这样子 什么是 没有 真的是 长庚星和启明星 是一颗星星 那我的外公的意思说 我呢叫韩庚 那我的下一代叫韩启明 对 还好 还好 来赶紧说说 好像最近拍了一个 叫大舞声的片子 对对对 那今年会在 暑假党会上映 在里头演什么 演一个戏子 唱戏的 唱戏 演一个舞声 咱们得预告一下 接下来的节目了 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个小片 我还得再问一下 咱们大美女 大美女有个新片子呢 来 把新片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去年拍了《霍权棋》导演的 邱之白华 然后在里面是扮演 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 还有电影《建党》大夜 然后在里面扮演《年轻宋庆离》 就是明年七月份 明年的七月份 对 都是有七月份的 好 期待 后年分别有什么样的心愿 我的心愿呢 就是希望我的父母能身体越来越好 孝顺 孝顺啊 我喜欢 我也是 其实也是希望父母身体好 然后还有就是我能多一点时间 跟家人在一起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老公 宝宝 错了 你一看来你这个儿子在 你心目中的意味很低 不是 我说的跟家人在一起 现在就有一个儿子 好 郑祝你们两位心愿成真 好 兔年吉祥 给你们拜年 谢谢 谢谢光临 谢谢光临 好